蔡康永崩溃 内地综艺被批评浪费自己的初衷 浪费好演员 浪费大家的时间 近日 蔡康永参加某综艺节目 自己指导的喜剧作品 甜品电制恋 非但没有获得观众们的认可与笑声 反而使得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 作品甜品电制恋 讲述的是男女之间 在甜品店发生的一系列 甜蜜搞笑的故事 该片还请了著名喜剧演员 石榴姐怨穷丹 以及刘金山这种戏古籍演员 再加上荷兰窦 这一新生代女演员一起出演 按道理说 凭她们精湛的演技 甜品电制恋 应该能让观众看得有滋有味 结果该作品甚至还没播完 现场多位观众就已经按了离场键 离场率如此之高 蔡康永也万万没有想到 当众还吐了舌头 缓解尴尬 现场建影官李承儒摇摇头 十分严肃直言 自己看不下去 并给蔡康永送了三浪 浪费了自己的初衷 浪费了几个好演员 浪费了我们大家的时间 李承儒的毒舌评价 也让网友感慨一如既往的犀利 作为导演之一的梁龙 更是在采访中坦言 烂片中的烂片 制片人陈芷希说 这部喜剧片的风格不统一 我不知道跟着谁笑 王精则指出作品的关键缺陷 最大的问题是剪辑得太松了 众多老师的评论保贬不一 其中制片人好累 方力评价的态度相对委婉 认为蔡康永的片子没有不好 只是不应该叫喜剧片 该片放错了赛道 面对众多犀利评价 蔡康永也没有玻璃心痛哭 或者一一驳回 相反 他都以乐观的心态 高情商的回复 在接受众多老师的批评时 带入自己的思考 其实这不是蔡康永 第一次指导作品 2017年 他就拍了一部网络电影 《痴痴的爱》 播出前进行大量的预热宣传 播出后却反响平平 虽然在导演方面才华有限 但蔡康永在主持人领域 可以说是十分成功 无论是早年主持的康熙来了 还是近几年担任常驻嘉宾的奇葩说 他在节目中凭借幽默搞笑 高情商 强共情的表现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其实如果蔡康永 专注于自己的主持领域 肯定不会存在翻车的问题 正是由于敢于尝试 勇于突破的精神 虽然备受批评 但蔡康永也获得了全新的知识 有机会跨界挑战人生另一个职业 如果蔡康永真心希望 在导演领域有所成就 希望她多学习 多请教 努力精进自己的导演实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蔡康永喜剧作品翻车 现场嘉宾直言看不下去 李诚如再出吐槽金剧 最新一期的导演请指教中 蔡康永的导演生涯惨遭滑铁炉 他导演的作品 《甜点店之恋》 虽然选择的是喜剧主题 但并没有获得现场制片人 影评人和观众们的笑声 反而让在座的嘉宾吐槽连连 更收获了李诚如的犀利点评 这个作品讲述了在甜点店工作的男女之间 发生的一系列心动故事 还邀请到了院穷丹 刘金山 这种戏古籍演员出演 可是屏幕前的观众 却丝毫感受不到喜剧的氛围 纷纷在谈幕留言评价 转场太快 剧情太尴尬 没有笑点 甚至在播出快结尾时 因观众离场率太高 被亮红灯暂停播映 连字幕都没放完 蔡康永本尊都惊讶到张大嘴巴不敢置信 随后又赶紧吐了吐舌头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中 蔡康永上台接受点评时 也一路吐着舌头走上台 上了台也一边笑一边说 就很尴尬 不过接下来现场嘉宾们的发言 却让他更加尴尬 演员范明直接说 觉得这个作品像是学生作业的水准 但可能不好意思批评 说画面很漂亮 指出有台湾地区的风格 也有日剧和韩剧风 合在一起有点杂 这样的点评算是很委婉客气的了 但李承如的发言却是毫不客气了 坦言自己给按红灯了 实在看不下去 说是喜剧 现场却几乎没听到笑声 还当场再出金剧 送蔡康永三浪点评 浪费自己的初衷 浪费了几个好演员 浪费了我们大家的时间 这点评犀利到让现场其他导演听了也感叹 好狠啊 后来李承如在采访时补充道 不会讲故事 乏味 没有节奏 这话蔡康永要是听到 可能会更扎心了 导演梁龙更是直接 上来就说 这是烂片中的烂片 不好笑 不乐 怎么算是喜剧呢 也是十分敢说了 导演王一纯也遗憾表示 对蔡康永的表现有点失望 由此可见 在现场的导演们来看 这次蔡康永的作品是大翻车了 柯兰还问了年轻演员朱志欣 看到这个作品有没有笑 朱志欣大概不好意思得罪蔡康永 说自己笑了 然而再被问到在哪里笑 居然回答在内心笑 现场顿时成了欢乐海洋 台上台下笑成一片 这才是真正的喜剧效果吧 制片人郝磊 方丽评价的态度相对委婉 但也都认为那不是一个喜剧片 放错赛道了 这两位说话的艺术 拿捏得很到位 但显而易见 蔡康永的喜剧作品失败 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现场也有人试着 替蔡康永晚尊 例如制片人陈芷希 觉得饰演员天南地北的 表演风格不统一 南枪北调混在一起 让观众不知跟着谁的节奏走 王精则说 蔡康永的作品属于轻喜剧 本来就不会有太多笑点 现场看还是不错的 但是剪辑的问题是剪松了 专业剑影组的点评 还表扬了蔡康永的进步 然后指出作品问题 使人物关系没处理好 大众观影组的傅首尔 甚至还先夸了一波 蔡康永的智慧和大度 然后从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 来分析作品 然而这些点评意见 很快就被现场嘉宾打脸了 这个喜剧作品不好笑 但大家都跑题去扯价值观 于是他恳请在座的嘉宾 对这个舞台要真诚 结果又引来傅首尔的不满 现场气氛再度尴尬 好在蔡康永情少还不错 表示自己来 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只要大家愿意讲 他就很开心 也很感谢大家对自己的点评 最终的数据统计结果也显示 蔡康永的这部作品 不管在大众 还是专业人士那里 都不大受欢迎 虽然蔡康永曾经的综艺节目 一路辉煌 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但并不意味着 他在电影领域也会如鱼得水 而且这也给圈内人提了个醒 永远不要躺在 过去的成绩中吃老本 观众的眼睛可是血亮的 再来看看 导演请指教 李承如犀利批评蔡康永三浪 近期导演请指教 蔡康永导演的片子 被李承如批评得挺狠 作为喜剧 蔡康永的电影确实差 李承如的批判 受得一针见血 浪费了自己的初衷 浪费了几个好演员 浪费了我们大家的时间 李承如的毒蛇评价 确实够狠 场面有所尴尬 或许像郝磊说 放在其他主题比赛会好一些 既然是命题作文 跑题了就是失败啊 可不就是在浪费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问题 甚至两相对比挖坑的对话 蔡康永马上就能做到滴水不漏 顾全所有情面都不得罪 而且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了觉得舒服 真的很厉害了好吗 闷心自问下 说他情商不高的 你做得到 大家都知道喜剧是最难拍的 当时分配的时候 其他组每一个人都不想碰喜剧 只有王精组 蔡康永主动提出 要自己拍喜剧 拍得可能不太好 大家的批评也虚心接受 但是李成茹说的那句 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觉得这句是真的不合适 尤其还是从这么一位 资深演员的嘴中说出 资深演员的嘴中说出 资深演员的嘴中说出